大家好,我是广州画院专职画家李夏夏 桃红柳绿的春光自古以来便是花鸟画备受青睐的题材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花鸟画的世界 桃至夭夭灼灼灼其花 桃花是花鸟画常见的题材 今天我推荐的这幅作品是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运寿平春风图 日寿平是清代著名花鸟画家 我们先了解桃花的结构 桃花有五片花瓣 而且花瓣较圆润 像五角星一样均匀分布 我先用的是薯红 调了一点胭脂 那么中国画它淡色不需要调白 是需要加水 大家注意这一点 我们可以先从前面的桃花画起 桃花的花瓣分为五片 像五角星一样 均匀排布 大家注意画花瓣的时候呢 是两笔画一个花瓣 前面的花瓣画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画枝干 枝干我是用了墨加折石 那么大家注意枝干千万不要画得太直 我们常古画中常说数无寸值 然后点花瓣的花瓣 花瓣也是跟花瓣一样是两笔 画成一个花苞 花瓣点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画叶子 花叶子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 桃花的叶子它基本上呢是长在枝干间的 叶子呢我是用三绿 调了一点枝绿 接下来我们要画花鳄 花鳄在画面中呢 虽然平时我们观看花朵的时候 它并不很奇艳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么花鳄注意了 一定要画得饱满圆润 我们现在就开始画花心 桃花的花心呢是呈绿色的 所以我用三绿将花心画出来 画完花心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用勾线笔来勾花蕊 花蕊一定要勾得细有力量 那么勾完了花蕊之后 我们现在就是点花蕊 我们要把它比垂直起来 然后让它形成一个很饱满的圆 这样的花蕊才会比较穿深 今天的内容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再见